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经济学讲座教授刘尊义,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新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成功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受益与进步,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输家。 作为长期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刘尊义曾于上世纪90年代就汇率并轨、强制结汇、应对东亚货币危机等议题建言,并获中央采纳。 刘尊义将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两个主要阶段的划分点。 他认为建国后的前30年并非完全没有成就,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后来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基础。 后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成功令7.4亿人脱贫,且这条被跨过的贫困线是2010年制定的。 刘尊义指出,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进步,大家都在受益,因此没有人希望回到过去。 这正是中国政府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原因。 环比欧美国家,这几十年也取得长足经济发展,但底层人民的实际收入可能并没有增加。 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历程时,刘尊义将此过程归纳为没有输家的改革。 刘尊义指出,改革开始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可以保障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比如来料加工政策既可以发展经济,也不让任何人吃亏。 最初的时候改革开放,所有的工厂,外面来的工厂,都是来料加工,不但是来料,机器都是来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呢,你想,所以中国只是赚,只是提供人力,提供劳动力,就是说不要咬乱国内的计划经济。 刘尊义表示,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计划经济已不需要再维持。 据他了解,现在仅有环保指标和脱贫指标需要继续计划执行。 他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如今成就,首先是政府执政,具有连贯性,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断断续续,政府也拥有前瞻性眼光,大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铺路。 另一方面,中国奉行中庸之道,重视平衡各方利益,不会出现西方式民主中的赢家通吃,政党之间斗得你死我活。 政府是,第一是有能力,有权力,有魄力的,第二其实,这就是因为政府呢,它不需要说三年四年换一次,对不对,它可以有很长,这个很长期的计划。 你说,我四年要选了,看,我盖这条公路计划一下来,恐怕要十年之后才盖好,我说算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有这个,第一是有没有这个公权能够能做得动,对不对,第二是有没有这个长期的眼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炉时,刘尊义称,规划纲要等于把硅谷与华尔街集中于港深一身,并预计大湾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他认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与大湾区发展并无冲突,是中央希望大湾区多元发展的另一种尝试。 他向深圳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全城发展自贸区,关税降为零,从深圳运货区内陆吝涉关卡。 第二,前海的税率与香港看齐,以吸引人才。 第三,实现资金经深圳进入中国内地的自由化,可规定资本需在深圳停留一年,并使用区块链技术追踪大额资金。 深圳可以发展做一个自由贸易,自贸区,整个深圳。 它的关税就可以降到零,跟香港一样。 但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深圳后面他要写关卡,关卡,就前面没有了。 刘尊义因机缘巧合出生在贵州尊义,成年后于1979年第一次重返中国内地。 眼见新中国几十年的变迁,刘尊义感慨,当年去北京因为没有粮票, 多出高价也没有小贩愿意卖烧饼油条给自己。 当年的天安门,五分钟才有一部车辆使经,而如今早已车流如梭。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